谈谈大市的情况 昨天见到先跌 不过后跌幅收窄 刚才报仕也说过 10天、20天和100天线曾经失手过 不过收市的时候都可以站在楼上 展望后市上100天线之后 其实恒指你觉得可否提高一线 下一个阻力位又去到什么水平 在恒指很坦诚说 我在不同平台都有表达自己的看法 虽然在新的月份 一开头一两天 就跟我的看法就好像有点偏离 因为它的市底相对来说 仍然是比较偏强的 就是在一个表面上是比较偏强 这个是要承认的 因为在昨天 本来跌穿了价位 到跌了三百多点 收市是可以到升 它来回已经是差不多400点了 至于今天人家是期指这一刻 应该再高开了二百多点 那来回我已经是六七百点了 OK 但是我自己是会仍然是对股市暂时 是比较谨慎一点点的 我再重申一下 我不是看股市是大跌 你不要将什么大淡油那些明星 我只不过就是说是基于 是近这两个月里面 不少的反费累积 我相当比较庞大升幅的角度 我觉得其实有机会有correction 是不出来的 那就仅此而言 OK 就并不是将股市看得很淡的 而就是说是 本身如果是有持货的人士 那也都是不妨 又是用可能两万一千七 或者两万一千六 附近这些价位 是作为一个计数位 就是你说 在月头好像很聪明 坦白说 这一个先大跌跌到欧 就是弯上去的 那你做到一个这么有妖力的情况 你和我这么快又四巴下去的话 那我就知道原来你是 就是弯上去那一刻 你都不是很真实 是不是 所以就变成在指数里面 你用下方这些价位 作为一个计数位 去hedge股票 那我觉得这件事相对来说 是比较足够的 还有最后也要重新 要重新多次 其实市场有机会 主要是落着成分股 是落了上去之外 其实你看到这些板块 都是很极端的 这个极端就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就先那个结论 就是说投资者也都不要掉以轻心 它是极端化 昨天最经典的 就是这个 譬如说好像是CRO 和弱业内股份就继续向上抗标 但是问题是内房股 就向下好像跌到死了 明明公布一些 事后数据又不是说太差 可能也都是因为有一两家公司 又说不还债了 港平 美元债又不还 国内债又不还 还到这个 那就是说坦诚那只说世贸 那可能就因此是带崩了那个情绪 而同时昨天呢 如果市是弯弯弯弯得那么厉害呢 问题是隔理和这个长城呢 都是逆市跌了三次到6%的 这个 所以就变成了就是说市场在复杂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也都警示着投资者就是 但是市场不是不要只看到指数升几百点呢 你就去直线逻辑那样去先升的 就是说哎呀我的股票全部都升的了 这样就并不是这样的 它那些股票可以是呢 是指数落了上去 但是呢你持有的股份呢 有机会一个不幸或者比较黑仔的话呢 它洗理的那些股票那些仓呢 其实来说是有可能的 OK 就是我幻想就是说我昨天我假设有一个人是非常地是黑仔地 它只是买吉利纳是长城的而已 那昨天的市别有升过而已 对他来说昨天的市别跌了千点 对他来说OK 那所以就变成了在股份的选择里面呢 在这么极端流的市场里面 起码我们看到这一两天可能是极端化的表现了 那如果这个趋势继续的话 那也是暗示了你持有的股票呢 是要小心一点点了 而且不要过度呢 就是重复那一句 不要过度地相信指数的 是所谓上升 而线性觉得你的股票一定升了 那么就能说明糖 如果稍微码转与打odka 大家有什么地方 但是不要就什么地方 让我再 MAX 那么可能 这样 是